在这一章的课程中,我们来介绍一下Juple系统的基本管理 我们的重点都摆在工具列跟结晶列以及仪表板这三个部分 首先我们先来重新认识一下工具列 工具列就是在你的Juple网站画面的最顶端这一条黑色的条状 这上面有几个主要的命令 最左边这个是Home,也就是可以让你回到首页 再来这个Dashboard是在Juple器里面新增加的一个功能叫做仪表板 我们待会在下一节的课程中就会来介绍仪表板怎么来使用 接下来这里是内容的管理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有使用过了,我们再进来看一下 好,来到了内容的管理界面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管理两种类型 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回应 这两个我们前面都已经使用过了 再来在这边可以新增一个内容 如果你来内容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在你下面的内容清单这边来挑选 不过内容真的太多的话还是要透过衰选的方式 例如说我可以选择已经发表或是还没发表 已经推荐到首页或者是未推荐到首页 或者字顶未字顶的方式把它衰选出来 以及挑选它的内容类型 或者挑选它本身所使用的语言 衰选结果呢,一样会呈现在内容清单这边 然后勾选了内容清单的某几个项目之后呢 你可以对勾选的项目进行一些动作 例如取消它们的发布 或者是取消它们的首页推荐 或者取消它们字顶 或者是把它们字顶等等的相关功能 好,我们再回到上面来 当你开启了一个overlay的管理界面出来之后 如果你要关闭它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按旁边的插插这个按钮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工具列上面 接下来的命令是架构 它这里有提到,这是管理区块、内容类型或选单等等 这些呢,因为会决定了你Juple的架构 所以它们通通摆在架构这一个命令选单下面 这几个好像目前我们都还没有用到 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们说明的时候再来使用 不用点选旁边关闭的按钮 我们直接再来点选工具列上面 接下来的外观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它的提示呢 是说到它可以选择以及设定你的版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呢,可以管理你本身的版型 以及进行版型的设定 那目前呢,我们使用的是Barticle 旁边这里有刮斧,这是我们的预设版型 关于版型的功能呢 我们在后面课程会再说明 所以我们记着往下继续看 再来是用户 这是可以管理所有的使用者 或者是角色,或者是权限 进来到用户的管理界面中 它一样有两个页签 第一个是清单,第二个是权限 所谓的清单是用户的清单 所以你在下面这里呢 你会有一份用户的清单 跟内容的管理方式一样 你可以透过衰选来衰选出你要看的用户 以及勾选了模型用户以后呢 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些动作 那么在权限这部分我们看一下 在权限部分呢,又分了两个职业签 一个是权限,这个我们已经在前面操作过了 接下来另外一个呢,是角色 我们可以在角色这边呢,来管理 在珠博系统中不同的角色 这个我们先谈到这边 相关的使用者管理呢 我们后面也会有一张来进行说明 接下来是模组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使用过了 在模组这个管理界面里头,我们可以管理安装进来的模组 或者是安装新的模组,或者是删除不使用的模组 接下来是设定 所有相关的设定呢,几乎都会放在这个地方 包含珠博系统本身的设定 或者包含你安装进来的模组,他们的设定 好,我们进来看一下 在设定这个页线里头 它会按照几个类别 把相关的设定呢,整理出来 例如这一区呢,是用户的 再来这一区呢,是系统的相关设定 再来还有内容的撰写 使用者界面 媒体开发 再来是搜寻类的 web的服务 最后还有一个是地区跟语言相关的一些设定 这里的东西算起来蛮多的 所以我们在后面用到的地方呢 我们再进来操作 接下来这里有个报告 系统性的报告呢 你可以在这边呢,来做一个阅读 最后一个命令呢,是说明 在这边你可以得到一些Drupal的基本的说明 它有提到你如何管理的网站 可以到网站的管理区 或者制定设定 本网站的功能 或者是启用额外的功能 这个指的是模组 或者是制定你的网站设计 这个指的是版型 再来是张贴内容 那么再往下呢 还有几个在Drupal里头常用的一些概念 这些概念的资讯呢 分别都列在这里 如果你有安装新的模组进来的时候呢 他们的相关说明也会列在这个地方 例如我们在前面所安装的Captcha 在这边呢,也有它的说明 好,这一次呢 我们把这一个管理界面关闭起来 当你安装了其他扩充模组的时候呢 这些模组的一些功能呢 会放在架构或是设定里头 有时候它还会直接在工具列上面呢 再增加了一个命令选项提供出来 然后在这个工具列的最右边这里是你所登录的User 然后再来是一个登出的指令 工具列大理上来讲的话 它们的架构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这些命令的位置 以及命令下面的排列几乎都是固定的 不太容易做变更 OK,关于基本的管理命令工具列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请进入下一节 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使用捷径列 再来基本的财椅 对 bot财 咱们来解决一下